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禅宗有一宗教维养宗 即维山和养山 维山是养山的师父 有一天 维山问养山 涅槃经有四十卷 多少是佛说的 多少是摩说的 涅槃经中有一段话 佛为弟子翻译 怎么样讲是佛说的 怎么样讲是摩说的 养山回答道 整本涅槃经都是摩说的 他的师父听到就为他印证 说 徒儿 从此天下都没有办法难倒你 整本谈经是谁说的 摩说的是六祖说的 我没有故意刁难你 你却说是摩说的 这样金刚经你看懂了吗 法无定法 才是妙法 定法都不是妙法 非佛法 再套一句话 知解宗途 你只知道十亿亿 你只知道真实亿 接着 你自己应用自如 知道了 海阔天空 凭你遨用 你若不识真实亿 眼睛据点也无用 因为你用不出来 你该突破了 何为受益 马上能用出来 能够吸引你的就是摩 手机是不是摩 偶像是不是摩 林志玲是不是摩 刘德华是不是摩 你呢 你不太帅 所以你不是摩 你会不会很高兴 什么东西吸引你 你已经被吸引了 世俗人被钱 被名吸引 你们学佛的人被谁吸引 学佛的 不见得每个人都被佛经吸引 有的人喜欢参加共修 有的喜欢参加拜颤 有的喜欢念佛 看什么东西吸引你 他就着魔 所以 养山讲得很清楚 《涅槃经》更告诉你的 要告诉你的 只是告诉你涅槃的真意 如果你不明白涅槃的意义 拼命一头栽入涅槃经 不断研读 你就着魔了 而且 你只要一天不送他 只要一天不读他 你就浑身不自在 即 我没有做他不行 你被什么吸引了 你都不知道 他吸引你 你也被吸引 就叫做着魔了 你不要以为你很正常 没有着魔 我看到你 我很想给你贴符 你以为着魔的人一定是内裤外装 想 像你装西装 打领带 你以为你正常 在我看来 你也是着魔 你是看到另外一种着魔 我看到的着魔 有分粗的 细的 有分粗的 细的 有分粗的和斯文的 有分懈怠的和精进的 很多精进的都是着魔 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 有时候我讲话是故意讲错 我讲错话是为了提醒你 同理 看经典 你要知道他真正的内涵 我记得同学曾经跟我讲过 师父 有时候你在问问题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直到他回去听录音带 听了好几遍 才知道我真正要问什么 你不知道我问什么 你一定会答非所问 你认识我几年了 你从来都不认识我 有一位馋客 去见石头西迁禅师 石头禅师问他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江西来 江西有一个大禅师很有名 就是马祖道一禅师 石头禅师问 你见过马祖道一了吗 他说 见到 西迁就指着旁边一堆木材说 马祖像这个吗 他答不出来 那位馋客回到江西 跟马祖说 我去找石头大师 他把谈话的内容跟马祖大师禀报 马祖大师说 你的力气很大 石头西迁住在湖南 自从他问馋客马祖是否像那堆木材 馋客果然把那堆木材搬到江西 哪里搬 搬到心里 所以马祖大师跟他说 你力气很大 居然能够把这堆木材搬到江西 这就是他不知道西迁在跟他说什么 他问 你有见到马祖吗 意思是 你得到马祖的心印 你得到马祖的心印了吗 你如果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你怎么回答都是不对的 问候思维 你能马上察觉到自己对什么着磨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